夜市裡整條街擺滿東西 但惡煞當間打起來 隨手一抓全成了卸鬥工具 連掛藝感也被推出來擋 兩方打到一半隔空互嗆 甚至左邊這名男子 居然亮出電鋸 揮舞嗆嚇 一旁的攤傷 嚇到腿軟 馬上打電話報警 爆爆又有打架 狹區遠景一路 趕往現場 跌過跌過跌過 其二警車在人群攤半間 鑽來鑽去 終於找到動手 打成一群的人 有人被壓在地上 同伙似乎還想幫忙 偷偷被遠景喝斥離遠一點 現在爬在地上 一臉不甘願 多次想替自己講話 但數一數人頭 少了43歲主錢 萬華華西方角頭 陳昏傑 他一聽到警車鳴笛聲 瞬息到跑 當時鑽石大樓的 全景角頭 就是看到這一幕 前女友居然跟其他男子搭話 一氣之下 立刻打電話 叫同伙來現場住陣 衝突發生 在臺北市萬華西商街 十八號晚上七點多 情緒絞頭陳明傑吃醋 不滿分手六年的 三十九歲前女友 在路邊跟其他男子聊天 氣得上前理論 開口罵人還不夠 還料來五名小弟住陣 拿出電鋸 木棍刀蟹等 在街頭上演全五行 把對方打得多處查錯傷 自己人也滿身傷痕 但主持人陳明傑丟下小弟 帶著前女友 逃逸五宗 萬華角頭陳明傑六個人 對上徐姓男子三兄弟 在西商街鬥毆 吃刀亮棍還拿出電鋸 原因竟然只是腳頭吃醋 為了這個理由一拳打成這樣 腳頭還落跑 說好的鄉品 彷彿成為笑話